在網上看到東方日報有篇報告 標題就是反水客為名 宣傳港獨搞亂元朗 第三場反水客的行動在元朗變質 成為了宣揚港獨的戰場 發起港幅元朗行動 和本土派集團體首次大場面 高搖新版的龍斯奇居民和警方 爆發多場埋身的肉搏和搶髮 警方在五間多次施放胡椒噴霧去平亂 混亂之中最少33個人被捕 很多商鋪下閘也是保護自己 亦都引致警方自己本身的聯絡主任 在警察去搶救他的時候 亦都受到胡椒噴霧的噴射 這是一個非常之不幸的現象 如果有心人士想激怒北京 最好的辦法就是宣傳港獨 因為我們知道北京對於一般的動亂都可以忍受 但是最不能夠忍受就是要搞分離 尤其是土地變成獨立 對他們來說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這樣的行動很容易引致北京的過度反應 在香港施行武力的話 這件事就會很嚴重 其實香港人應該明白 香港是絕對不可能獨立的 這是一個政治現實 而有人是不顧政治現實 特意去挑撥想香港人搞港獨 這個後面的心態 大家應該對他獨穿他 他指明這件事一定是有外國勢力的做法 沒有一個有良心對政治現實 有所了解的人 不應該香港叫什麼港獨 因為香港地方太小 無論以靠大陸的糧食供應 食水供應 各種能源供應 根本全部 根本上沒有大陸 是不可能生存的 因此搞港獨這班人 心裏一定是有其他原因 大家一定要清楚看清楚政治現實 然後千萬不要支持這班人 做所謂港獨這件事 統統於中國共產黨統治是另一回事 但中國是一個國家 無論哪個黨統治 都是一個國家 那你可以爭取說香港 成立一個比較自由的政黨 實際上香港也是特別行政區 可以這樣做 但很明顯我們看到 立法局所謂的泛民派 根本就是以阻止政府的進度為他們的政治目的 而不是真的為香港好 很可惜 這是一個民主水 所以民主政制搞出來的必然現象 因此我才會思考 到底我們人類有什麼方法 可以比較好一點 管治我們自己人類 當然目前還沒有答案 希望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提供一下 我會把這篇新聞的來源放在描述 希望香港人冷靜一點 千萬不要這樣激怒中央 激怒北京 這是非常危險的動作 希望大家看清楚 拜拜